现在五点半 咱们跟着泰国人去吃一个 泰国人都会排队的早餐 你看到底是什么美味 能让泰国人起这么早去吃 他们都起不来卖早餐 都起来来吃早餐 我们到地方了 找的黄牛现在15 16号 前面还有很多人 已经有很多人排队了 但是摊子还没有摆起来 上一次让我起这么早 还是续签证的时候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 风干炸肉 我们拿到17号 开始排队拿号 这种感觉又像回到了移民局 全世界的网红店 是不是都是这样 老太太开始起锅烧油 看样子应该不是地沟油 拿上我的17号独角兽小盘盘 去取肉了 捡肉了 这个肉这边有一个铁丝 这边有个铁丝跟肉连着 你要要这一串 就直接捡铁丝就行了 就掉下来了 这种是发酵过的酸肉 咱们拿一袋试试 不一定能吃的习惯 前面还有17个人 泰国人的早餐啊 吃的真硬 油锅里面要先炸大蒜碎 然后再炸小米辣 这样油里面能融合这些调料的香味 旁边的大叔在准备最环保的餐具 001号下锅了 我前面终于还有16个人了 包装好的饭盒要切几个孔 这样才不会影响口感 酸肉是经过发酵的 和风干肉不一样 因为小摊太忙了 所以要拿东西啊 就得自己去动手 这里有糯米饭和白饭 就要自己自己拿 很烫 可能因为起得太早 小姐姐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食客们尽量自己动手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哎呀 等得好辛苦啊 我也不知道骑这么早 吃这样一个烤肉啊 值不值得 好了 已经做好了 我们一会儿回去 尝一尝什么味儿 到家了啊 咱们尝一尝这个 肉怎么样 这有点搞不明白了 就是泰国人啊 就是它这个 蒜啊 这种蒜是不剥皮的 就这么一炸 然后就就就就这么 就这么吃 还可以 蒜皮也可以吃 哇 我有点流口水咯 这个肉就是块儿有点大 泰衣板 不值得气这么脏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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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